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达到人生的目标 就要以目标的情综环境 就等一嘞 嗯 瓜瓜 怎么看你心不在焉的样子 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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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刚刚下课时我和瓜瓜 抽猪猪 还有李大头在走廊聊天 结果假爸走过来 就把瓜瓜推倒 就他别挡路 还说哦 看到他就讨厌 真的很没礼貌呢 假爸同学 这样的行为是非常糟糕的 推倒同学让人家跌倒 会造成别人身体的伤害 对别人口出恶言 也会造成别人心理受伤 所以你 给我留在座位上 好好反省 好 其他同学 下课 哎 哼 可恶 他们几个害我没办法下课 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哼 我们去照展玩好不好 我才不要跟你玩嘞 走 我们去玩 不要啦 我没空 你们几个走开啦 你们几个讨厌鬼是没朋友的边缘人 大家都不会再理你们了 我已经威胁全班 只要谁敢跟你们玩 我就揍谁 好好享受孤单的日子吧 哇 哈哈 哇哈哈 哇哈哈 哇 哇哈哈 对不起 好像是我害了你们 不要这样说 应该道歉的人不是你 是那个没有礼貌的恶霸 就是啊 而且我认为应该要把这件事情告诉老师 请老师帮帮我们 没错 我们就去找老师吧 老师 上次因为我们勇敢说出假爸欺负光光的事 结果假爸威胁全班小朋友 只要有人跟我们玩 就会被他揍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我们都不敢跟我们玩了 相信这件事情一定让你们感到很困扰 假爸 怎么了 没事啦 只是感觉很无聊 其他人好像都不跟我玩 那你知道同学为什么都不跟你玩了吗 谁知道啊 怎么会有人敢跟你玩呢 你那么凶 大家都害怕被你欺负 如果我是你啊 我一定会好好反省 友善对待其他人 诶 没朋友很可怜耶 我最喜欢跟同学玩了 哼 像昨天啊 诶 你扯太远了 假爸 刚刚同学都说得很不错 你觉得呢 我 我 没想到大家是因为很害怕我 所以不敢靠近我 我 我也想跟大家快乐地玩在一起啊 同学之间相处 不能恶言相向 不能动手动脚 更不能威胁别人不要跟某人一起玩 这些都是很不好的行为 知道了吗 那 假爸 你应该有些话要对他们说对吧 嗯 对不起嘛 一开始 高瓜瓜去告状时 我应该虚心接受 不要一错再错 就不会让事情变得这么糟糕了 没关系 我 大人有大量 看你这么有诚意 我就原谅你吧 嗯 过去就让他过去 只要你啊 以后不再欺负我 我们也可以当好朋友哦 耶 我们班又能回到从前那个快乐的班级咯 大家共同努力 彼此互相尊重 就能建立友善的校园 路见不平 终结恶行 杜绝暴凝 校园安宁 我们下期见